A 皮膚產生痛絕 D 舒緩過敏部位 C 抓掉皮膚上的細菌 請出題 請問 為什麼用手抓癢之後 皮膚上癢的感覺會暫時消失 計時開始 皮膚產生痛絕 就是說你為什麼癢的時候 然後你抓完之後 你的就比較不會癢了 是因為皮膚有痛絕 還是你已經舒緩了過敏部位 還是你把皮膚的細菌抓掉了 我覺得這個也滿有可能的 對 我覺得這個 好 那就下這個 請 我們皮膚癢 為什麼抓一抓皮膚就不太癢 暫時會消失呢 可是細菌那麼小 也不一定能抓掉 30秒 我覺得是因為痛蓋過癢 好 對 好像這兩個了 因為固定可能要藥 十秒 這個好像也有可能 可是不能下三個對不對 不行 好 那就這兩個好了 倒數計時準備 10 聽好了 好 8 7 6 5 4 3 2 1 好 我想用手抓癢後 皮膚上癢感覺為什麼會暫時消失 可是沒多久又癢起來了對不對 是皮膚產生的痛絕 它下了15萬 舒緩過敏部位沒有半毛錢 是不是抓上 暫時抓上皮膚上的細菌也下了15萬 好 請公布正確解答 恭喜 示範 沒錯 皮膚產生了痛絕 抓獲摩擦氧素可刺激同一區域的痛絕 即觸絕受器 而干擾了養絕受器產生的感覺 由於養絕受器無法產生衝動 癢的地方的感覺暫時消失 雖然抓癢可以暫時幫助大家止癢 但是能讓皮膚受到大刺激 甚至抓破皮 我們有時候乾燥皮膚癢也是這樣 抓得好舒服 開心 就開始破皮流血了 對 被蚊子癢也會 對 皮膚過敏 乾燥也會癢 第二題請出現三個答案選項 A 孔子 B 孟子 C 曾子 孔孟曾 請出題 請問 無日三省無聲這句名言 是哪位思想家說的 計時開始 誰 無日三省無聲 這我認真是假的 無日三省無聲 就是這個人很會反省自己 有 好像聖賢都會 每個都會反省 孔子 孟子 人下兩個 妳覺得哪個最入口呢 為了他搬家 然後爭執殺志對不對 爭執殺志 然後 30秒 我覺得這兩個 哪一個 要哪一個比較多 這個放 這放一疊 這放兩疊 20秒 不行 孔子 不好意思 倒數計時中 有量有多人是誰 是孔子嗎 我不知道 9 8 7 好了 算了 一疊多少錢 好 孔子 覺得好像 2 1 孔子十萬 牧子沒半毛錢 曾子五萬 這一題倒真的難倒我們了 同學有答案 已經舉手機很快 穿西裝的這一位來請 我覺得是曾子 曾子 曾子說 無日三行五生 對 你有剛念過嗎 還是有印象 因為小時候有讀過 OK 答對送你散傳烤雞禮合 好不好 姓呢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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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說無日三行五生 是的 喔 他跟別人思考不一樣 說不定答案 猜的 猜的 好像不是紫約的喔 對 那時候紫約的 但同學說曾子 姓說猜孟子 這題還真難耶 看是真簡單真的滿難的 請公布 正確解答 對 對 剛剛 對啊 剛剛 無日三行五生 曾子曰啦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习乎 跟朋友交往呢 不忠不義都不行 跟朋友 跟人家談事情不懂 跟朋友交往要有守信用 那如果人家傳授學問 我們能不學習嗎 有沒有好好學習 對不對 我們每天用三件事情 反省自己 聽人謀事有沒有盡心盡力 跟朋友交往有沒有誠信 可是師長傳授學問 我們有沒有努力去學習 難怪他為了一句誠信 就把豬殺了 對 爭執殺字 對 因為他出門的時候 好像是小孩子吵 對 就是回來給你殺一頭豬 所以你乖乖的 回來有殺豬給你吃 結果一般人講 只是開玩笑嘛 對不對 結果他回來真的殺豬 誠信 他老婆快瘋了 所以你殺豬幹嘛 他說沒有啊 就小朋友一定要講信用 對 對 所以開口一定要成真 現在同學送您散傳考季禮盒 接下來五萬塊了 進入到第三題了 請出現三個答案選項 請出題 請問 大象的鼻子 可以抓起最小的東西是什麼 計時開始 小 大象的鼻子可以捲什麼東西 最小 因為我看過它捲過人 然後 最小的 小的東西 我覺得真應該不可以 橘子一定是OK 因為它吃東西都是用那個 用那個鼻子這樣子去壓 對 那如果是乒乓球 應該會吸到它鼻孔裡面 你是圓的 那是圓的 我覺得是橘子 就給它下橘子好了 舊步 對 因為好像如果就是前面 30秒 馮一針會被吸進去 那個太細也不太可能 然後乒乓球 乒乓球它可能會 就是也會 20秒 橘子 就這個 橘子 這兩個就做一半 倒數計時準備 沒有 不要 這個不要 這個我覺得不會 不可能 對啊 10 就給它全力 9 8 7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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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是原本想要捲 就這樣進去了這樣子 它只要用一點力吸住就好了 可是 而且它鼻子捲起來會有一個 它橘子眼 它橘子 謝忻它橘子眼不是用吸的啊 它橘子是這樣捲起來的 可是我記得它大象 上次有一次去餵大象 它都是先吸住 然後把它捲回來 放在嘴巴裡 沒有 它會剝皮耶 對 它有剝過皮給我們看啊 對 它會有皮剝一剝 吃完之後把皮丟出來 對 那它有打過乒乓球給你看嗎 但它有縫衣服啦 屁咧 最近搶準備跟它比賽 白泡泡又迷 好可怕 妳的答案會選什麼呢 我會選乒乓球耶 小宇咧 橘子 妳覺得是橘子啊 對 最小最小就是橘子了 對 很好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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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真不會刺到它鼻子嗎 這是真耶 橘子是鼻子與上唇延伸而成的 可以同時達到手掌手腕 鼻子及嘴唇的功效 鼻子裡的大約有四萬條的肌肉 即使細小的針 細小的縫一針 鼻子就可以把它 橘子就可以把它抓起來 好厲害喔 聽說大象還會縫衣服 還會縫這樣 最後 最後線縫好還嘴巴咬斷 好誇張喔 好 謝謝 謝謝 進行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 好 進行第三回合 保留了姓就對了 出奇之聲 加入姓同學媽媽萬歲 一 二 三 胡瓜 胡瓜一極棒 主持歌唱漾漾棒 今天來到四多星 三十萬獎金歸我拿 芒果的媽媽是婷婷喔 這個比較像她叫婷婷 妳叫芒果 因為我雖然換過了 她說不要 不是 妳是真的叫芒果啊 對啊 有常看我們節目 有 好喜歡看 甜甜看 看著又緊張又高興 真的會緊張 在家看也會緊張嗎 會喔 我就是罵她 妳看妳答錯了 妳答錯了 她一直說那個人好笨什麼 妳認為誰最笨 哪一個 要不然妳說題目好了 哪個題目妳覺得她沒答對 沒答對 那個 我有一次 馬桶那個 順時鐘的那個我猜對 逆時鐘 妳是不是馬上跑到廁所去衝 沒有 很早就有去看過了 那一題我回去我小便 我特別看了 那是順時鐘的 我只是再去那個 那個喔 妳是沒有注意 但是我覺得有一題比較扯的 就時鐘呈現九點半的時候 她是小於九十度 等於九十度 大於九十度 她有代表她自己不看 她壓兩個還壓錯 她當然九點半是大於九十度 她也小於跟等於對不對 那個人叫李妍瑾對不對 對 明天三家報紙會登 OK 進行我們的資格賽聯想題 聯想題就是沒到第三個聯想的時候 我不告訴你答案幾個詞 所以不用亂猜 猜錯就是這回合就沒希望了 來 第二個聯想請 美國 這已經猜不到了 第二個請 蘋果 跟答案有什麼關係呢 還猜不到 第三個提示 港口 沒有答案的話 就告訴你答案幾個字 答案是兩個字 第四個提示 自由女神 你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了嗎 廣告後 答案知曉